我们画完了以后 要先把它吹干了以后 然后打湿 打湿湿全部打湿 盘子里开始是有一点这个颜色 有点没关系 反正我需要的 我们先把这个盘子 打均匀了 五号鱼呢 主要是从上往下开始红染 你比方说现在上面 我们现在上面这个地方 都是以暖色调为主 到我在调的时候来 我就调出这种暖色调 既然是调出暖色调 我现在首先第一个 加什么注标色 可以适当加点白色 三绿 藤黄 这个颜色 你看着它不要太浓 但是它一定要厚 好像我觉得差不多了 差不多以后 你就把你所调的颜色 要怎么样了 全部揉到鼻根去 揉好以后 把鼻 连鼻根在鼻尖一起挂 挂得差不多以后 鼻尖的 把它挤干 然后前面清水 我们把它打清上 这颗药 基本上差不多 边挂边写 边挂边写 变化 我们边写 直接 看到个云 在你的眼睛 没什么 在你身边 没有 然后